昨天晚上大概七點鐘的時候 我們在現場討論搶救的一個方案 那突然間 討論到一半的時候呢 突然間有大規模的土石滑落下來 那我們現場有一些施工人員剛好有及時逃出來 那現場有造成一根照明的燈桿有傾斜掉落 那我們已經移除了 那鎖幸當時是沒有人員受困 那您是在現場是在市場還是說 我在現場我們在討論 在帳篷裡面討論方案 那討論到一半的時候是在你眼前這樣子的動作嗎 我們聽到呼救聲的時候轉過頭來看 土方已經掉下來 所以因為是晚上事情也不好 所以並沒有看到整個土方滑落的情況 只知道說人員有逃出來 那現場因為當時車子還是在持續通行的 所以我們即時把那個相關的車輛攔截下來 也沒有造成有車禍的情況發生 後來就趕快封閉這個主線跟無獨南下路口閘道 那後來再把這個開放一車道以後來梳解相關的一個車流 那請請教一下 這一段好像是邊坡的危險屬於C級 那邊坡那一塊是不是到底有沒有監測系統 那一塊的話就是一般的一個邊坡 我們是認為它是穩定的 所以沒有裝監測系統 但是因為由於地震的關係 然後造成有些裂縫產生 那又連日的大雨 所以說它的含水量增加 才變成不穩定的狀態才這樣滑落下來 那有監測的大概在哪裡呢 就是我們有裝地錨的一個部分就是有監測的部分 但是這次是沒有滑落的情況 那這些地錨或是這些監測系統主要監測的內容是什麼樣的 是含水量嗎還是 監測系統有很多種 我們譬如說水位劑 觀測它水位的情況有傾斜劑有地錨合作用劑等等 都是針對相關的一個設施或是地錨的狀態去做監測的 那這邊我們看到地錨監測它是監測就是像你剛說的那些內容嗎 對對對 是 好 那你們就是說ABC三級嗎 ABCD四級 ABCD四級 那D級叫什麼 D級是穩定 那C級也是穩定 C級也是穩定狀態 D級是更穩定